近千名阿富汗难民 24号集结在联合国难民 数驻印尼亚加达办公室大楼外抗议 要求联合国加速安置 好让他们尽快前往第三国 这位难民多半已经滞留一名好几年 当初落脚印尼 是把印尼当作中继国 希望申请去澳洲等第三国安置 印尼并非联合国难民公约缔约国 不保障难民基本人权 也不准难民工作 教学其实不宜久留 不过近年澳洲等收容国 又紧缩接纳难民的人数 许多难民因此陷入长期滞留印尼 一等再等的悲惨困境 7年8年 9年在印尼亚加达办公室 民党必须帮助我们 不过再等待 如果不等待就去你的国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国 我们去哪里 如今阿富汗民兵组织 塔利丹成长政权 对难民来说 等于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了 许多人无法和家乡联系 忧心家人安危 心急如焚 那名无奈表示 如果不是因为危险所迫 没人愿意离开阿富汗 他们向联合国那名鼠喊话 希望获得应有的正义和安置 印尼当局因应难民抗议 出动大批警力驱离 有难民以肉身挡住警方的机车部队 甚至有人抱着小孩挡车 现场现象还身 警方首度驱离时 尽空了难民署办公室大门前的空间 不过人有难民不愿离去 有人静坐在大马路 有人向警方高举双手交叉的手势 呼吁和平 警方甚至一度出动喷水车待命 不过没有下达喷水驱离的命令 最后是由机车部队和拿盾台的 镇报警察以强力推挤的方式 把难民赶离抗议地点 过程中联合国难民署 残派官员出面和难民对话 现场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目前约有1.4万难民落脚印尼 当中约有半数来自阿富汗 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 对阿富汗的处境感同身受 会尽力处理 但是无法讨论每个个案 几名和联合国难民署官员 开会的难民代表则表示 联合国难民署承诺会成立 社群媒体的群组 与难民沟通 也同意公平处理安置问题 但是也要求难民不要再发动抗议 中设计石秀娟 养家答报道 阿富汗 阿富汗